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电脑的围棋软件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电脑的围棋软件呢 是因为电脑现在科技发达了 电脑是我们日常生活都必须应用到的 而且为了协助我们棋地的快速的进步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找得到同学一起跟大家下棋 所以电脑的这个时候就成为我们的帮手 那么不止如此 电脑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脑的荧幕 为什么我们要利用电脑来学习围棋呢 第一个是因为电脑的棋力比较高 我们现在初学可能是30级 那电脑呢 现在目前呢 老师应用这个软体呢 大概是15级左右 那外边市面上可能也有起力更好的 更高的这个电脑软件 但是我们不用用到那么好 老师介绍这个软件呢 大家就足够应用了 那么电脑15级的话呢 我们在跟电脑对异的过程当中呢 电脑有一些比较好的棋 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了 否则一般学习的时候 如果初学 两个人都是初学者在对电的时候呢 那往往你也不会下 我也不会下 于是两个就瞎瞎 乱瞎 对不对 瞎不出来 那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模仿 当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看到人家这个是比较好的 我们就会去学着模仿它 所以我们跟电脑软件下棋 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电脑围棋 比我们高的地方 比我们高明的这个技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初学者呢 非常需要这个对练习啊 围棋的对局的练习 可是呢 一般来讲两个小朋友在一起下棋的时候呢 是不允许悔棋的 是不是 怎么说落子无悔 下下去了就不能悔棋 那因此的话呢 这样子因为我们初学者呢 很容易犯错 所以一犯错就一块棋被吃掉了 然后心情就大受影响 哇哭了 那就学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跟电脑下棋的话呢 电脑有一个好处 就是电脑里边呢 它有一个悔棋件的装置 这个悔棋件呢 就是你跟电脑下万一被吃了一块 你可以倒退回来 重新再练练看 就看我刚才哪里 哪一步呢 不小心被吃掉了 这个时候呢 电脑可不会抓住你的手 不让你拔萝卜 是不是 你可以悔棋 没关系 电脑也不会抗议 而且呢 电脑也不会吃掉你的时候 一边吃一边笑 嘿嘿嘿 我吃了五颗 好好哦 是不是 有的小朋友下棋为什么学不成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受到刺激了 他书棋被人家吃掉的时候 同学笑他 所以他觉得受到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打击 那么对于这种个性呢 比较不能够接受这个的同学呢 我觉得电脑软件呢 是特别好的东西 因为电脑它不会发出任何笑声 讥笑你 那么我们有这个电脑软件的毁棋件的装置以后呢 那我们初学的同学就特别容易在失败当中重复的练习 因为我们跟各位讲 失败呢 也是一种方法 对不对 当我们这样下 被吃掉以后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好 那如果说我能够悔棋的话呢 我就会说 好 那我现在重新下一下看 怎么样呢 刚才是这样子被吃的 重新下的时候我就不会再被吃掉 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呢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电脑跟这个人下的时候啊 就不会发生纠纷 好 我常常有的时候看小朋友啊 两个个性比较强的小朋友在一起下棋 下到后来啊 两个就下下一半打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怎么怎么 我怎么怎么 就两个就吵架纠纷了 那么这样子也是非常不好 尤其是兄弟 现在国内是一胞胎了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现象 像别的地方的这个有兄弟姐妹啊 下棋啊 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啊 就闹得兄弟感情都不好 那就更不好 好 所以这个和电脑对异的时候啊 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好 那么还有别的好处 不止如此啊 因为小朋友想进步嘛 需要老师的指导 如果小朋友跟小朋友对下 那么下的这个过程中 如果一个课堂里面有很多同学的时候 老师是没有办法去兼顾每一个同学下的棋 好 那如果我们有了电脑软件以后呢 那我们跟电脑下来的过程 其实呢 电脑只要轻轻的一按 就可以把跟电脑下这盘棋呢 整个完整的记录下来 好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把这个记录啊 拿给老师看 拿给教练员看 他们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你这个不懂 你那个不懂 你这个下错了 那个下不好 那这样他老师呢 就可以针对你每一个人 个人的这个犯的错误呢 来特别给你照顾 指导你 好 最后呢 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电脑来给你下棋的时候 可以正确的帮你鉴定棋力 那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知道 自己进步了没有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对这个跟不同人下的时候呢 这个不同的人的棋力啊 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比如说北京市的这个棋力 跟上海市的棋力呢 其实呢不见得相同 所以你在北京的棋力 到了上海去可能就不一定对 那么跟电脑下就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电脑的棋力啊是固定 它如果15级 它就是15级 所以跟电脑下就可以比较正确的评估 说我现在我的棋力到底到什么程度 所以以上呢就是电脑围棋啊 这个软件的应用的好处 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个软件 很简单的一个软件 它叫做The Many Faces of Go 这是一个美国人开发的软件 当然我们在国内不一定有 那是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先到这个电脑的档案中关里面呢 找到这个安装键 也就是Set Up这个程序啊 那执行它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安装 那这个过程非常简单 那我相信国内的其他的这个电脑软件呢 也是一样 安装的过程呢 都不是特别难 那么安装好 大概需要一分钟的时间而已 就可以完成了 好 这样子安装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玩了 电脑软件一旦安装好了 我们就可以享受很大的乐趣了 我们在这个电脑的桌面上呢 可以执行这个捷径 那执行完毕后 这个软件呢 它有一些设定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前期的要先来做 如果说我们要下棋的时候呢 这个软件的功能很强 有可以跟人脑下棋的功能 也有可以做这个练习 练习题目的功能 也有一些这个规则教学的功能等等 但是主要呢 我们是教给大家 怎么样跟电脑对异 那么这个电脑对异呢 叫做Play 大家都知道Play就是玩嘛 对不对 Play 所以我们就按这个Play Go这个键 大概在第三个键按下去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设定的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电脑软件呢 它可以符合很多要求 比如说你初学者 初学的起立 我们初学者先用的是13路起盘 对不对 如果你下到 可能你下了三个月 五个月 你进步了 你觉得初学盘不能满足了 你也可以下大起盘 所以电脑的就有这个好处 它都可以满足 你要下13路的 要下9路的 要下19路的 它都可以 所以我们在这个电脑的这个第一个数字里面呢 我们就填上13 好 好 我们回到这个电脑的画面 这个电脑画面这个空格 第一空格填上13 这个是代表13路的起盘 好 然后第二个数字呢 我们填上4 代表呢 这个让4子 因为起立的差距啊 就要必须用让子来这个平衡 那我们一般来讲呢 电脑既然是15级 我们是30级嘛 相差的距离啊 大概有15级的差别 那么这个15级呢 如果是19路的起盘的话 是每差一级啊 就让一级 所以如果相差15级的起立的同学在对弈的话呢 起立高的就让起立低的先下15颗子 15颗子 可是因为下13路起盘 13路起盘的起盘比较小 所以每一颗子的这个差距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差不多相差是每差三级让一颗子 好 那所以说电脑可以让我们4颗子 也可以让我们5颗子 如果我自己觉得我特别弱 那让5颗子也行 好 那我们现在是给它设定让4颗子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边下面还有一个键 这个键呢 是电脑这个下的快跟慢的这个速度的键 为什么电脑下慢 是因为它可以计算的更深 如果我们希望电脑下快一点 就计算少一点 所以我们填7 这个数字是1到10 如果填10的话 电脑要算10步 然后它电脑的速度会非常慢 那当然还好就是 现在的电脑速度基本上都比较快了 那我们填7 大概没什么问题 好 那接下来就是有贴木的这个设置了 那让子期我们是不需要贴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选择不要贴木 选no 这是英文的 然后在这个规则方面也有四种规则 这个软件呢 这个规则呢 可以用日本规则 也可以用中国规则 美国规则 也可以用硬式规则 假如你用硬式规则的话 我们就选择GOE 这是应长崎先生 特别发明的这个字 特别来代表这个计点字的规则 那最后呢 就是要替电脑选择 它下什么棋子 是电脑下黑子 还是下白子 通常我们讲过了 上手是下白棋 对不对 所以电脑让我们指的话 让我们先下 当然电脑是上手 我们就选择白棋 好 最后都设置完毕了 我们就按OK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下棋了 这时候 由于我们刚才设置了四颗子 所以说呢 这个黑棋啊 棋盘上就会先帮你放这四个子 这个四个子呢 我们称为坐子 坐子 坐子的话就是固定 坐定在那边的 那么电脑就先让我们下四个子 然后呢 电脑会下一个白棋 那么它每一颗子呢 它就会有一个符号 它是第一手棋 白棋的第一手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辅助的动作 就是什么呢 就是电脑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它还有一个好处 这个电脑的软体的设计师呢 很体贴 我们设置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每下一个子呢 我们到底围的什么地 围的空地在哪里呢 这个可以 它可以辅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看 在我们 我们在这个电脑的第三个选项view 就是观看这个视窗下面 拉下来 这边有一个territory 就是地 看空地的这个键 给它按下去之后呢 这个时候啊 它就会显现出来 我们目前这个空地站的这个状态 当然这个不是非常精确的 是大致上的 那这样子也可以辅助我们了解一下说 我现在呢 围了什么地 哪里的地呢 还没围好 所以这个对初学者呢 特别好 好 那再接下来 就甚至于呢 它还有更进一步的功能 就是提示功能 这个叫做 英文叫做hint 提示功能 这个提示功能的话 就是说 假如我想了半天 我实在想不出来 要下哪里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电脑呢 可以提示我们 这个键呢 在这个view的下边的这个hint这个键 按一下 按一下之后呢 电脑呢 就会在可能可以下的下一步的位置呢 打上一个英文符号 比如说A 假如它打两个A或B的话呢 就可能有两个位置可以下 建议你可以考虑 好 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回旗键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电脑最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跟它下 我可以回旗 它吃我不算 我吃它就算 这个功能特别好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叉叉这个键呢 就是回旗键 如果比如说我们下错了 结果白旗跑进来 把我们地破光了 那怎么办呢 我这个指很生气 我给它挡住 那怎么办 我们就回旗 只要一回旗的话呢 这个纸就不见了 就给退回去了 电脑就倒退了 所以你按一个回旗键呢 一个旗子就会倒退回去一个 那这样子就可以练习啊 犯错 犯了错也没关系 那还有就是说呢 如果是老师要帮同学讲解的时候呢 也可以摆变化图 电脑的功能非常强 在同样一个棋盘上面呢 就可以摆很多的变化图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这样下也可以 那样下也可以 或这种选择也好 那种选择比较差 老师可以做一个比较 所以要摆变化图的时候呢 就得按这个变化图的键 那它这个符号呢 是一个 这个红色叉叉旁边 旁边第三个 1 2 3 这个符号 一个黑点点的这个符号 如果我们一按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老师就可以在上面 摆不同的变化 好 比如说刚才跳进来呢 我们把它改成 刚才这个纸不好 我移到这儿 会怎么样 这就是一种变化 我们称为变化图 或者是参考图 这样的话呢 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比较更快的了解说 原来围棋的下法 有很多不同的下法 好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如果直接下来这个位置 还不够 我觉得说啊 还要加一些其他的符号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加一个三角形 提示说三角形这边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注意地的弱点 或者是正方形那里呢 要注意还没有活旗 怎么样的 有鱼啊 有网啊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加 就直接在这个 这个按钮键上面呢 找这个三角形的键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棋盘上 加上三角形的符号 好 你看 这里按一下 是不是跑出来一个三角形了 是不是 这就提示我 比如说 现在这个黑旗 应该赶紧下这里 一个提示 或者是正方形的键 也是一样 这些符号 按一下 比如说这里放一个 所以说电脑很好玩的 那么不止如此 还可以加英文字母 ABC或者是123都可以 这些都是任意的 那我们只要按着这个 123或者ABC上面这个符号 然后呢 它就会跑出来一个 一个框框让你填 到底你要填 A还是B还是C 还是123都可以 然后你只要填进去 然后按一个OK就可以了 好 现在棋盘上呢 就加 在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A 就加上去了 好 那最重要的呢 比如说我这盘棋跟电脑下 我赢了 我好高兴 我想把它记下来 是哪一天下的 在哪里下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按这个I这个字母 这个I一按下去 I呢 按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视窗 这个视窗就可以填了 这个黑棋是张小明 白棋是电脑 然后是让了四个子 让13路的棋盘 用了什么规则 等等等 这些我在我家里下棋的 这个谁帮我写的 这个变化图 我的感想是什么等等 通通可以填在 这个资讯的视窗里边 好 那么下棋下到 后来一定会有结束的时候 对不对 下到我没有地方下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按着一个工具键 上面一个PASS键 PASS的意思 就是虚守的意思 这个PASS键一按 就表示说我没地方下了 但是我没地方下 不见得是对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没地方下 可能对方还有地方下 举例来讲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大家看现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我PASS 黑棋PASS了 其实这里还可以下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你PASS啊 电脑不见得会PASS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计算胜负的话 我们如果要计算胜负的话 要把这个 现在我们是可以看得到 黑的D在哪里 白的D在哪里 然后呢这个白棋上面 有个黑点点 其实代表白棋已经死掉了 已经变黑的D了 所以我们要算胜负之前 要先把这个关掉 我们刚才是在这个view下面 这个territory这个键 要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 就可以来算胜负 可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其实啊 还没有下完 还有地方可以下 所以呢 你不下 电脑会给你继续下的 好 好 所以说呢 一定要等到真正的 这个双方都下完了 这个时候你PASS 电脑也会PASS 然后呢 你再一次PASS的时候呢 电脑就会自动的 帮你算胜负了 好 这个时候呢 电脑会在棋盘上 把已经死掉的死棋呢 用这个方格子 有没有看到 凡是棋子上列有 这个方格子的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死棋 表示这个死掉了 然后另外呢 电脑会在左下角 这个地方呢 给你写出来 谁赢谁输 比如这番棋 黑棋盈了57点 57目 不得了 好 那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这番棋下完以后 如果有好多问题 那怎么办 我想问老师是不是 可是如果你这个时候 你就把电脑关掉 那就糟了 那等到老师来说 你刚刚那番棋怎么下 我记不得了 那就糟了 对不对 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应该赶快的 把它储存起来 电脑上面呢 最基本的这个功能 就是储存键 这好像一个小的 方这个磁碟片一样 这样一个符号 你给它一按 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存起来了 那另外呢 我这番棋下完呢 我想继续再下一盘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只要按这个棋盘 左上角有一个 小小的这个黄色的荧幕呢 我们就可以再下一盘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再下一盘的时候 一样 它会出 仍然会出现这个画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刚才让四个子 如果我赢了 我可能觉得电脑 让我四个子太多了 我想让三个试试看 当然我们就可以更改这个设定 那如果呢 我反过来讲 我输了 输得很惨 那四个子我还是不行赢 那怎么办 那这个改成五颗 改成六颗 对不对 改多一点 所以可以重新设定 每一盘其他都会让允许你呢 重新设定一次的机会 那么这些都设定好了 按OK 就可以开始对局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电脑呢 就可以啊 帮忙我们来学习 所以电脑呢 这个 对于这个初学者的这个辅助啊 是特别好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个围棋的短片 今天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呢 是什么呢 是坚持 好 下棋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要学成围棋 围棋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我想要学着成的话呢 一定要坚持 坚持到底 并且要有信心 我举一个例子呢 从前有一个人啊 他知道有一个地方 可能有一个矿产 有一个银矿很好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积蓄啊 都花下去了 准备去开垦 那结果呢 他就在这个矿 矿坑里啊 就挖挖挖挖挖 挖了两百多公尺 结果呢 什么都挖不到 就忽然发现这里边 以前人家挖过了 所以他非常的懊恼 想说糟糕了 我挖到一个是废矿 根本挖不到东西的 这个时候啊 他就放弃了 他就决定啊 我不要再浪费我的财产了 我赶紧停吧 我前面的损失就算了 所以他就不继续挖下去了 结果呢 他就把这个矿产就卖给别人 算了算了我不要了 结果全部都损失掉了 结果把他买下来的这个公司呢 继续挖下去 结果就发现在刚才放弃的这个人呢 再往往前面多挖一公尺 哇 好大一个银矿出现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代表失败跟成功的距离 往往怎么样 只是一公尺而已啊 好可惜是不是 所以学习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也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你觉得我过不了了 我过不了了 我输了 我不能赢 我不会赢 我好难过 我想放弃 其实呢 你可能在坚持一盘棋 你可能就会赢了 所以这很重要 我们常常在讲 比如说冠军的马 比如说赛马 赛马有很多匹马在赛跑 对不对 那个得到冠军的马 哇 得到好大的奖杯 又可以得到好大的 很高的奖金 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 冠军的马跟亚军的马差多少呢 其实只差一个鼻子 对不对 冠军的马碰到那个线的鼻子 鼻子碰到那个线 亚军的马就差一公分没碰到 结果他就变亚军 可是亚军就没什么奖金了 奖金就很低了 那这个故事呢 就告诉大家 做什么事情啊 一定要有信心 要坚持到底 因为胜负成功啊 其实就在只在差那么一步 如果我们差那一步 就放弃的话呢 就非常的可惜了 所以呢 做任何事情啊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否则的话呢 就得不到他的好处 那我再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奇圣 聂卫平 聂卫平先生呢 他以前在学习的时候 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学习 他有一个弟弟 叫做聂济波 跟他一起学习 据聂卫平骑士人的回忆呢 他说啊 我这个弟弟啊 其实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围骑的天分 比我高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学得比较晚 但是他学了骑以后呢 很快的就追上我了 甚至于我跟他下 常常输给他 可是后来 为什么聂卫平变成了骑士人 他的弟弟聂济波 反而没有变成其胜 这是为什么 大家知道不知道 原来啊 他这个弟弟啊 非常好面子 他下棋呢 就怕输 如果输了呢 他对他打击呢 就特别大 一输了棋以后呢 他就 就闭着不想再下 想说不能再输了 如果能够赢的话 他就特别高兴 比如说 我们在交棋的过程当中 也常遇到这种状况 小朋友老是喜欢找自己 可以赢的对手下 不敢去跟那个 自己下不赢的对手下 老是想说 我反正我可以赢他 我赢定他了 所以我就专门跟他下 我老跟他下 我老能赢 那我跟别人下 我不能赢 我就不要下了 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就是非常不好的心态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话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 进步的一种障碍 所以呢 聂卫平呢 他的个性刚好相反 他在他的 《我的围棋之路》 这本书里面写 他说啊 如果我跟一个人下 我输了一盘 我就想把他赢十盘回来 所以我就拼命找他下 一直下到我赢 赢了他十盘为止 我就不跟他下了 所以聂卫平他这个心态呢 就比较好 因为他要超越 比他更强的对手 作为他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呢 必须要设定 这一个比自己更高的目标 想办法去克服 去达到这个目标 达到以后呢 再创一个新的更高的目标 这样子呢 才能够建立自己的信心 而将来呢 坚持到底呢 才能够达到成功的路 所以后来呢 他的弟弟聂基波 没有下棋 不但没有当棋圣 而且呢 不下棋了 而聂卫平呢 后来呢 就变成中国的棋圣 我想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也可以告诉我们 学习一定要坚持到底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是不会遇到困难的 这样明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